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5月30号的台视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马娃台风劲逼 东部沿海及离岛持续出现强劲的风浪 台东赴岗与港掀起了阵阵浪花 还激起八公尺高的巨浪 浪大风大也出现了观浪人潮 海巡队不断的宣导劝离 而离岛风浪也相当惊人 气象局上午在蓝宇跟绿岛 分别侦测到了13级和9级顺天阵风 而蓝宇今天下午1点开始 也紧急宣布停班停课 长浪一波接着一波凶猛拍打上岸 见起巨大浪花 更冲进台东赴岗与港 浪高一度达8公尺 已达巨浪标准 不畏经涛海浪 一早还是有不少民众冒险来观浪 还有人直接坐在岸边 拿着手机狂拍相当惊险 真的太危险 没看过这么大的浪 有些民众自觉保持距离远远观浪 不可以靠近 很危险 这两年算是最大的 有时候这个浪都会冲上来到这个石头 同样出现观浪人潮的还有加入兰有七区 浪墙枫叶墙树木被墙风狂吹 左腰右晃 相关人员赶紧拉起布条 禁止民众进入 就怕发生意外海巡队来来回回 拿着广播器不断宣导 并一一劝离民众 台东海滨公园同样出现强劲风浪被巨浪达到水花四箭 但仍有民众前往观浪 马蛙台风步步逼近 离岛也很有感 绿岛不少地方像是中辽港柴口等地都刮起大风大浪 气象局30号上午更侦测到最高9级瞬间阵风 蓝雨更出现13级瞬间阵风 台东往返蓝雨的船班到周四进击全面停市 马蛙台风威力惊人 东部沿海吉利道风浪越来越强 民众没事别到海边活动 以免发生寒事 记者台东的一岛综合报道